今天呢,准备把这下水道换了,这样的话不行,在这个还有苍蝇这样的,越来越热了,那苍蝇搞这费,它有的时候咱还修房车的下水啊,跟修这个家里的下水是一样的,我这个就是房车不动了,所以说先找一个卡口,它原来的这个卡口是这样的吧,你就到加德堡,Home Depot呢换一个,换一个这样的两头来给它压上的,这个呢是需要找一个长一点的, 这个卡口,比这个卡口要宽一点,要宽一点,压进去,这个是正好,然后正常就把它拿下来了,要买个它,它有一个斜度嘛,要不斜度就更好啊,它就有一个斜度,然后这个东西就不要它了,但是你有个斜度,你现在猜说万一它有堵的时候,那你好好,好歇啊,把这个管板上来,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, 那边就这么样的,一会我就给它安上它,那边得锯一下子,打过来 这就是锯下来了,然后给它推进去,工具吧,我并不少,我有很多专业工具,但是你就这块呢,就干这个活,你就是用各种工具啊,就是适用最好,那种,就是嘎这个工具,撑不开,然后还不方便,尤其它还软, 然后还要注意蚊子,这个墨尔本这边蚊子可是厉害,哎呀,我还,我还喷上香水了,脸上两个香,别干活,这也是一个乐趣,别把它当成一个苦差事,现在就是接上了,然后嘎,你没有尺也没有关系,直接比那一下,我差不多,长一点,别稍微长一点点嘎, 这就是给那个Home Depot买的一个锯,这个锯能锯,能锯铁,所以说你买一个这样的锯,这个可能是六七块钱,它比较贵,这个,那个别的两三块,但这个能锯铁,锯木头,那锯这个东西,就跟锯锯豆腐说,可快了,你也不用拿个,拿个像样的锯,就这一个,就特别方便,哪个地上都能够,简洁有效,下午还能用,现在就是解决这个了, 把这个解决,这个我有时候长一点,你有时候长多,就给它咔一咔,然后推进去,用个,用个小小小小小,摔约工具,给它上锯,主要就是,这个玩,你看,一会儿把它一连接,那个一连接上,角度差不多就行了,然后那个管,你要是实在不行,你还能画一画,就拿那个热枪,给它热一热,它还能弯,调整一下角度,都没有问题,你看这不钱,这在花多钱呢,这个管, 加这个,不到一百块钱,七十多块钱,八十块钱,你要安这一小估论,你要给你安好了,最少五百块钱,得五百美元,那省多了,这就给它安装好了,那边呢,正常讲,我还没给它封上,就这,这应该拿焦封是吧,就这个焦就挺好的,就拿焦,给它封上它,现在先不封,明天早再说,今天试一试,这墨尔本,那他们离得近吗,我就,有些华人,我就给它修了, 远度的,你这全国各地的,你看我这个,你还省钱,然后方便